全新打造的江蘇衛視最精全 每逢星期日晚上8點到9點半 現在KTSF26台進行萬物錯過 印尼中部洪水步伐 加上山泥傾瀉 造成最少35人死亡 20多人失蹤 洪水淹沒了多間房屋 數以千計的居民無家可歸 當地的士兵、警察和志願者 都紛紛參與協助搜救的工作 有出動滑桃機、開掘泥土搜尋失蹤者 死者當中包括小童和孕婦 事發在爪哇島中部 當地的連場暴雨 引發洪水以及山泥傾瀉 一共有16個地區受災 氣象部門指大雨會持續至星期一 看看另一則消息 又在香港定居的尼泊爾人 刺激向新一代傳承國家的語言文化歷史